這裡是一個還蠻有趣的多元空間 它跟一般的Mall不太一樣 就是它中間有一個書店的區域 然後呢 還有一些階梯 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展演空間 或者是小會場的那種感覺 很可愛 最上面還有溜冰場 就它不是只是說 我要賣你東西 我要賣你東西 一堆櫃位這樣 沒有 我覺得它有很多的空間 是用在讓大家舒服的區域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秉佳天啊 今天呢 我們要出去約會啦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鼎鼎大名的中泰樂生活 中泰樂生活 它是在大直的一個新的Mall 其實也開陣子了 然後它那個時候剛好試營運 我們有去逛過 非常的有文藝氣息 所以今天我們打算呢 出門的第一餐 午餐 我們就先去中泰樂生活 然後呢 之後可能會去一個內湖走走 因為我想要去內湖一些可以踏青的景點 只是因為這樣天氣真的有點恐怖 所以我們在伺機而走 我就要去內湖走 然後 應該是一支了 然後兩個來湖走走 就能夠接著 然後那一支 就能夠接著 跟著我 在搶亂 就能夠接著 可以接著 相機 都沒得到 分配 我們會看到 好 我們已經坐進來了 然後我們其實在出發的時候 就是隨便看一下中菜有什麼食物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 就是這間店有最後的點餐時間 然後我大概是2點15分到的 它最後點餐時間是到2點半 所以我就禁忌 就是隨便點了幾樣東西 也是第一次來吃小小素食 好 然後各位看我現在手上拿這個麥克風 我已經下定了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麥克風 所以之後如果拍影片的話 不管是跟我的幾個好朋友 或者是跟妹子出來逛街吃飯 我就有兩個麥克風 不然很麻煩喔 我這樣一個麥克風聊天大家都聽不到 但有時候聊天這種小幹話是最好玩的 其實我們來過中菜蠻多次的 就是有事沒事就想說來逛個中菜 但這真的是第一次在這邊用餐 為什麼會喜歡來逛這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還蠻有趣的多元空間 它跟一般的房間不太一樣 就是它中間有一個書店的區域 然後呢 還有一些階梯 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展演空間 或者是小會場的那種感覺 很可愛 最上面還有溜冰場 就它不是只是說 我要賣你東西 我要賣你東西 一堆櫃位這樣 沒有 我覺得它有很多的空間 是用在讓大家舒服的區域這樣 等一下會稍微帶大家逛一下 就是中菜還可 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來這裡放鬆的感覺 會跟逛百歐公司的感覺不太一樣 好 我先等三點上好了 快二點 像我這種喜歡未雨綢萌的人 我就已經在想 之後買了一個麥克風 我要怎麼放 我常常會有這種奇思妙想 因為我現在有這樣的空間可以放 我的整個拍攝的東西可以放進去 可是這個東西 它就只能夾一個麥克風 就是我現在這個 它上面可以夾一支 所以我以後有一個麥克風 就要直接亂扔在裡面 好險我沒有很在意 呼呼 我直接大點錯 我這個是鹹蛋黃番薯條 點錯的原因是因為我根本就不愛吃番薯 會點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是鹹蛋黃 我喜歡吃鹹蛋黃 其實它沒有很鹹蛋黃耶 可是我覺得加這個蠻好吃的 加醬好吃 嗯 如果它是馬鈴薯就讚 你剛剛可以吃了 它的那個外皮我蠻喜歡的 就是鹹蛋黃酥炸的外皮 就長那樣 松露野菇燉飯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比較高 因為剛好我在點餐的時候 她是妹子去上廁所 所以我就是 只能憑自己的力量點餐 因為我們家的妹子呢 她吃東西是偏 毛多的 怎樣叫毛多 也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說毛多 有自己的想法 好來吃一個 它的松露味不是爛大街的那種松露味 有那種高級感 因為松露有點常被爛用 但我覺得他們家的松露是有那個奶油味的 更突出的 第三個是蒜味辣椒意大利麵 蒜跟辣椒都是我OK的食物 我沒有拌 你這樣可以吃吧 我很少吃素食的餐廳 可是其實今天這樣吃下來 光是香菇跟蒜或辣椒什麼的 好像就也可以滿足我 所以如果今天的午餐吃素的話 我晚餐應該就要多來一點肉 吞掉 就是完全不會覺得我在吃素食 吃完帶大家去逛街 這邊有很多文創的小物 讓大家自己來逛 還有這個網紅書牆 很多人都來這邊拍照 在這個樓梯上這樣拍 今天好像也有辦什麼活動 感覺好像下面很熱鬧 好多好多人 他們都穿著旗袍 很多穿著旗袍的人 今天來發現它居然有這個滑雪訓練場 好酷喔 有沒有看到裡面的人在滑雪啦 超可愛的 然後這一面的話就是溜冰場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在樓上 6樓吧 我們現在是在6樓 應該有個10年沒有溜冰吧 我記得我上一次溜冰 可能還是在大學的時候 有去過小巨蛋 有機會的話 這裡也是一個溜冰的地點 但我會更想要玩玩看那個滑雪 因為我以前滑雪的時候 我是玩雙板 其實我只是特別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這個東西 我們並沒有要在這邊幹嘛 好所以出發吧 這邊時不時會有一些展覽 但是展覽的話 請大家自己來看 好 這邊呢 是戶外 從2樓可以走出來 天氣超好 這個的話 就可以走到美麗華 我們透過這個天橋 走到隔壁洞去逛一逛 然後因為今天的天氣 實在太恐怖了 這個太陽真的是有那種直曬的感覺 很恐怖 我會認真評估一下 我今天到底要被戶外踏青 還是我們在這邊走一走 然後去逛個大賣場就好了 從中泰村到美麗華的進來的路口 就是無印良品 它是不是可以鎖住的那種 對 它那個輪子可以鎖住 可以鎖住不錯啊 我剛剛有提它啦 我覺得是輕的 也還算好滾 但這種軟殼 它就是裝太多東西 它可能會有一點微微變形 然後就會不好拖 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沒有在用這麼大的行李箱 我都是用小的跟機箱 硬殼的 其實能裝的東西真的少很多 無印良品的應該品質OK吧 會不會就是很容易被摔壞啊 什麼東西 你在偷酸我 這個故事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妹子要嗆我去查評價 妹子有曾經丟過幾個行李箱給我 然後那種就是一夜式的 那種看起來很爛爛的東西 造型比較漂亮 我就去查了那個評價 然後就有很多人就是說 可能一帥就壞啊什麼的 所以就不行 不讓他買 但他就是一直記醜 記醜到現在 超好笑 他記醜 有你有記醜 不然你剛剛為什麼要偷酸我 他剛剛說 你不是很愛查評價 你查 你查評價 還可以查評價 奇怪 因為我有答應說 要幫他買一個新的行李箱 我那天喝醉酒 我就說 阿咪 這種色狂 這個是男襪 現在看到襪子 然後現在它上面有寫說 R6折 黑白各買兩組 總共八雙的長襪 接下來一年兩年 都不用考慮襪子的問題了 你剛剛不是說一年兩年 剛剛是說三年 是 對 襪子也是要換 沒有 怕那個觀眾覺得我太口 我襪子都穿到破 好 反正行李箱 我們後來決定先上網看 電商平台有優惠的話 我們就直接買 然後讓他寄到家裡 我想要去探UNIQLO UNIQLO 樓下吧 還是在樓上 從這邊看得到嗎 看不到 它好像沒有樓 對 這樣子茫茫 看過去 不知道UNIQLO在幾樓 好 想詢問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 在我們要去日本之前逛UNIQLO呢 就想逛啊 沒辦法 我沒有在探那個 幾百塊 你沒有在意這個幾百塊的 這個日幣的比較便宜的優惠 這樣子 大氣 想買的時候就是 沒有辦法忍 但是如果是價差幾千塊這種東西 精品類的 那就是出國再說 我為了這一次要去日本 我半年沒有進UNIQLO 剛剛在問女朋友 為什麼今天出門會帶個髮帶出門 然後呢 他就說因為他新買的髮帶 還沒有時間把帶出門 那我就聊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想問一下各位女生 你們會因為買了一雙新的鞋 或是買了一個新的衣服 而很想出門 出門的目的就是穿著那件衣服 對啊 就是約喝咖啡 就是約喝咖啡 就立刻跟朋友約喝咖啡 或什麼的 就是要穿新衣服出門 好 我很好奇各位 不管男生女生啊 可以在影片下面回答一下 因為我完全 對這件事情 沒有感覺 不會啊 我知道你問題超明顯的 就是每次買了東西之後 你就會想要吵著要出門 吵著出門的時候 我就很明顯看到你就是穿著那個新買的東西 大家下面留言 這件綠色的我要去日本買 我先影片記錄一下 那現在590 白龍首創館 這個應該是你要把它 冰在冷凍庫裡面啊 再拿出來用 不懂就問 這個東西啊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它都有寫一些我很心動的地方 例如說不會水珠凝結 然後也不會太冰冷 可以涼兩個小時 有人用過嗎 用過的話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好各位 然後我現在 詩心瘋想要買一樣酷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小風扇 它1190元 然後我最近真的是 太多的IG廣告都一直在燒 這個東西我等一下來測一下 我們現在要回去開車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都有一個共識 應該不會去踏青了 就去室內能逛的地方就好 對啊居然沒有 然後我也在以為就是全部要排隊 結果我沒想到 這麼順利的就來了 Costco 好 那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戶外區 剛剛看了一下 我現在這裡的溫度呢 大概是31度 室外溫度 有曬到太陽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超級恐怖 那太陽直射 但是沒有曬到太陽的時候 像現在在陰暗處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接受 拿出來了 剛剛在車上來偷偷幫它充個電 打開的話是第一檔 第一檔 它現在已經有風了 給大家看我的頭髮 如果拿很近的話 這樣子 這個距離是可以 可以感受到 這個距離 它已經幾乎是要沒有幫助了 不過你要感覺到涼 我覺得可能要這個距離 然後我們就是加速 它最高的話就是到100 到100 最高的話是到100 那我聲音的話大概是這樣 運轉的聲音 有點像是 它是一道 範圍很小的風柱 不死穿10米 你會感覺它就是一個醬的形狀 這樣吹出來 力量還算蠻強的 就是如果我這樣輕鬆拿 我這樣 手這樣往下這樣放的 輕鬆的拿的話 是 還吹得到我的身上的 是OK舒服的 範圍小的好處就是我隨時就可以 灌在衣服裡面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還OK風很強 還有一個要測的就是 它有這個 智冷感受一下 它智冷好快喔 沒過幾秒 它馬上就有涼的感覺 可是對於風 好 它上面還有一個膜 我現在我要把它撕掉了 來 撕起來 這個膜 看到嗎 好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已經起霧了 這裡 吹出來的風 你完全無感啊 你應該是要開 一的風 然後開智冷 直接貼吧 直接這樣貼蠻爽的 當作你隨身帶個冰棒吧 你就這樣子貼著用就好了 如果說 你是真的要把它當風扇的話 也許室內吧 一個穩定的環境 你開智冷吹 說不定會有效 但我自己實測的感覺是 我現在在戶外 我智冷已經開了 它也確實很冰了 但我吹出來的風 我坦白講 你真的 不太會有很顯著的差異 你要說有嗎 可能真的有一點點啊 但是你真的是 戶外都熱風的時候 幫助不大 真的不大 因為我也真的很好奇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終於有機會 回來分享 最後分享到這邊 我們去逛好士兜 怎麼樣 那個持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外面 戶外呢 開了這個智冷之後呢 關掉 它變熱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它會變熱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可能你人在戶外的時候 它能起到的功效 相信我 絕對不是說 你在外面可以吹出什麼涼風 不可能的 我們還是總結出來 就像剛剛講的 你就開翼的風 當那個冰塊使用 啊對 我們要買洗衣機 對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好像是左邊的 對 我們是泰的 好像是這個 考慮可以買這個來掛東西 掛我的獎牌 可是這會不會太多 它就是只有賣那麼多 沒辦法 要去電商店買就好了 哈哈 好啦好啦 但我沒有看到這邊有New Baby NB尺寸的沒有 4到8公斤的 但我覺得可以買啊 反正一定會用的啊 幫朋友買一些尿布 送個禮這樣 216片 可能可以用個一個月吧 你在幹嘛 請問你在忙什麼 我在記錄 好 來 1 2 3 好有有有 好 OK 走 我們直接先過去 那把NB的池椎開上去 那種正常 我覺得那就是要 應幼兒用品店 才會有NB的尺寸啊 大賣場可能真的沒有 這下比較好吃哦 它把它弄得很那個 它把它弄蓬蓬的 酥酥的感覺 好來到豪士多的重中之重 我來這邊就是要買雞酒 這邊的雞酒比較便宜 偶爾會挑幾支紅酒 但紅酒我有時候超市買 也覺得還OK 喜酒先買 我就是紅茶美酒 啊 美酒也來一個 紅茶美酒 紅茶比較好買 不用買那麼多 今天不買葡萄買櫻桃 妹子有櫻桃吃 對 它這個盒子不一樣耶 之前是深 對 之前是高的盒子 這個好像比較少嘛 還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的冷凍褲 已經完全爆滿 我真的塞不下任何東西了 所以今天我們是不會買 其他的東西啦 真的是來逛逛 走走 享受一下這個 大賣場的氣氛 妹子提議吃吃看這個 酥炸魷魚條 今天的購物戰利品 對 不對不對不對 不要把它放得下 喬一個位子給它就好 這一隻啦 主要是這一隻 我要讓它躺好 好啦 各位 已經回到家了 今天的約會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雖然說原本想得很美滿 但是呢 沒關係 我覺得 這種天氣 我們舒服比較重要 好啦 那如果說大家之後 還想看我們去哪邊約會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讓我有更多的想法 找約會景點也很難啦 好啦 那麼今天就這樣啦 謝謝你們 我們你們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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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